早安 入秋了 这个天气开始凉起来 外套都整起来 可是小弟友疑似不明 Sue 请问我们是不同季节的人吗 什么情况 我是因为现在房地产市场还是太热了 没办法 现在还热 现在力气都扒了还热 对呀 现在卖家不肯卖 买家还依旧在买 所以价格还是往上走 好 那今天是不是带我们来看一些不错的盘呢 对 现在我们要找这种 又有投资带自助属性的新盘 中国人最喜欢 好 那赶紧带我们去看看 在那之前大家忘了自我介绍 我是地产一哥 我是Sue 我们是洛杉矶和城县的房地产经纪 好 那我们就不耽误大家时间 马上看起 OK Let's go 我们现在在Corona这个City的Betford小区对吧 我们就先不说小区了 Corona的City在哪里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Urvan你都知道吧 这个吃个人都知道了 你看那个山啊 山的南边是Urvan 山的北边就是Corona了 这个一山之隔对不对 对 其实也没有很远啦 开车20分钟吧 20多卖 OK的 OK 那那个废话就不跟你扯淡了 我们大家比较关切的是 价钱这块是怎么样考量 对 这边呢都是四房到五房的独立屋 价格就是80到90万之间 价钱可以啊 对 这个价格其实在Urvan就是一个二手的两房Condon 那它毕竟不是耳外嘛 所以生活技能不能相提并论的 是吧 其实刚才你一路开过来门口的这个Chase银行呀 这个新型的shopping mall 和这个小区里面就可以直接走过去的hiking trial 我就不说了啊 我跟你说一下Corona其实是洛杉矶由东向西 由南向北的两条主要高速的交汇处 91号和15号高速就在这里汇总 它算是个交通枢纽 对 交通飞翔的方便出门就上高速 哪里都可以到 南加州的中原的存在 对对对差不多 我们华人关心的这个生活经济也要考虑 有吗 华人的也有 因为其实我有很多客人从UrvanCash Out 然后搬到这边买好几套房子 一套自住几套出租 其实经济就直接自由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边开车10到15分钟啊 有华人需要的Costco呀 99大华呀 85度C呀 拉面馆呀 饺子馆呀 可不可以 对你讲到99大华 还有这个85度C我们要想一下 你们的广告费要结一下了各位 对可以给我们宝贝一下 那现在讲回这个Beper小区 Beper小区的话 这个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其实这边跟Urvan大公园差不多 几百套这个Mix的Single Family 和Condo 是有几个开发商联合开发的一个新区 位置非常的好 跟你讲联合开发的话 那大家做东西都差不多啊 那有什么好比较的 对其实呢 我已经扫盘帮大家海底捞针 挑出来了 等一下这个海底捞针 广告费也随便解一下 海底捞针 海底捞针珠 不是针喔 真真真真 啊 筛选出来了Taylor Morrison的这个盘 一共是三个户型 为什么选它呢 听我说 因为其实在同一个小区里啊 它的地税也不一样 然后户型也不一样 有的占地很小 所以这个呢 我认为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 而且户型设计的非常的好 所以是它的Hopper小区对吗 对 它总共有几套不同的户型呢 一共有三套 都是四房到五房的 有的还有Loftton和Dent 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Let's go OK Let's go 我们来第一个看的是它最小的A户型 大概2500尺 四房三位 你刚刚老说这个户型好 好在什么地方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讲 它这三个户型啊 不管是大师小一楼 都带有全位和卧室 这很珍常啊 没有很珍常 其实有很多的盘没有啊 它一楼可能是一个半位 没有办法洗澡 就没有办法住人 它算是一个全套的这样的 对其实现在我们管理很多出租房 包括自住 It's almost like a requirement 所有人都想要一楼可以住人 这样你对老人 对残疾人都很友好嘛 对懒的人也很友好 你为什么安吻一下 所以这个还是跟我们 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 嗯对 那我们去我们的这个 客厅看一看 OK 你看我们这个最小的户型 是不是Living Space 也非常的宽敞 而且这个有点稍微高挑 还有这种Open的Kitchen 你喜欢吗 我觉得非常的棒 Let's go 好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身为设计师的我就必须要小小的complain一下了 这个区里拐弯呢带来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个区是啥情况呢 诶 你不懂了吧 你看这样就把二楼的生活区 卧室和这个休闲娱乐区给分开了 这还是不能改变它 九弯十八拐带到这个地方来 你看如果说在将来这个业主决定 把这里单独加一个窗加一个门 可以再变一套房间出来 是不是很好 这个各位啊 这个销售的嘴片人的鬼 这样PUA跟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 这哪是PUA啊 这个明明是人家设计师的巧思嘛 好吧 那我们再去看看握绑好不好 好 Let's go 好 这是我们到了主卧了是吧 诶 你看这两面窗户看出去都是那个云雾樊山诶 这山景太美了 你仔细看那边还有一只那个社雕英雄站的大雕飞 哦没有那对不起眼镜张了 眼镜张了 你眼镜张了 这房子这房间真的很大欸 对呀 而且这个是三个户型里面最小的一个主卧 真的假的 别说了别说了 赶紧赶紧到我去看 等不及了 走吧 Let's go 哇 这就到了啊 对 这是我们第二大的主卧 哇 这个也真的是比较大 可是会不会有点大而无当 你看这么长是什么情况 没有啊 这边就是一个小的lounge area 然后小孩子在这里玩一玩游戏也可以啊 我懂啊 我懂啊 你现在讲的是说把这个sitting room的element 给incorporate到我们主卧房里面是吧 对 而且这一套呢解决了你刚才不喜欢的元素 就是它外面的loft是在这个客卧和主卧两个wind的中间 它等于是一个luxury的主卧房的一个设计 对 其实我个人是最喜欢这一套户型的设计 行 我们再去看看其他的空间 OK 走 好 好 好 哦 诶 во 啊 我不知道这个空间上面有 هنا面 200尺 对不对 这200尺除了足够之外 还大到什么地方去呢 你现在做的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office 这是一个actual home office 它没有算房间哦 其实你把这里封上的就是一个proper的五房了 这是隐藏的房间 还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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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边一进门的地方啊 还多了一个mud room 还有蛮有仪式感的 而且功能性很好对不对 对 很方便 有什么脏东西脱外套啥的就可以 对 就藏起来不会把外面的空间搞到 废话不跟你多说了 多了两百尺应该多了不少钱吧 没有 其实刚才那个呢就是85万多 这个也就87万多 还两万 对啊 这妥妥是送的一样 对啊 一尺也就多了一百块 我算了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这么数学应该还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个价格 这个空间不要白不要吗 所以我说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户型 没毛病吧 说的好 嗯 这个室内空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我也注意到它的这个户型里面都有一个walking这个bedroom 不是bedroom是pantry 对 可是有一个东西还是要complain 这个室外的空间是不是有点小 其实这个东西呢见仁见智 一般这种老房子呢你的后院会大一点 但是其实你也不能是空着嘛 里面就要有泳池啊 barbecue啊 其实维护成本是很高的 多高是高 就像我自己家的泳池 你每天什么都不干 你请一个亲泳池的一个月两百多 然后水费 我现在家里没有人住也是两百多 都是泳池的消耗哦 哇塞 而且很少用的 那HOA也得大个四五百元 哦 那个HOA也不便宜哦 哦 是吗 那这里的HOA呢 这里的HOA其实我觉得蛮良心的 怎么说 每一个户型跟大小不一样 但是都不超过250块钱 250 那很低啊 对啊 很低啊 而且它有很好的配套设施 哦 配套我知道 配套我知道 我知道它刚刚有讲说有什么狗公园啊 还有若干的不同的公园对吧 对 还有lounging area barbecue area dining area 而且2024年是不是还要有一个 75尺长的这么一个 salted light pool 对 它有一个这个full length的这个 你可以培养奥运冠军的 沿水泳池 我也可以有这个脚 我年纪大了 年纪到位了 谢谢谢谢 对 所以其实对于年轻人或者老人 或者是已经感受过美国这种大院子 不想再打理这些有的没的人来说 这个呢 是一个美国新房的流行趋势 就是把这个这个户外的空间搬到公共去 这样省了很多事情嘛 等于把一些责任给转嫁到我们这个物业这一块 对省钱省市 你还可以享受这些配套的设施 对不对 真的是不错 那还有一套户型是吧 嗯 我们去看最大的那一套吧 Let's go OK 你看我们在最大的户型2800多尺 所以这也是唯一一个一楼有套房的户型 你知道真的是这样子 为什么吗 肯定是因为大 可是我跟你讲大没用 为什么 这个人家还到你房间来上市我那太不合适了呀 怎么可能 这个一楼还有一个半位呢 这集还差强而已 哈哈哈 这个大户型是五房 而且大了将近200尺对不对 对 可是价格一定不菲呗 价格就是又多2万嘛 还是蛮良心的 对呀 这等于200尺又送你了 这等于是性价比算是港港的 对肯定是面积越大单价越低嘛 好 那这个足够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它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长 嗯 比较适合我们这种身狂体旁的人 Proportional Gopher Size 那我们再去看看我们楼下的开放空间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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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对这个房子有兴趣的话 记得联络我们 对而且大家对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因为我们一直会有这样的好房源干货推荐给大家 OK那就see you guys next time 爱你们 Bye 哇终于结束了 我们去吃我刚才说的那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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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